孙颖莎夺冠背后四张照片证明一切 光是这份情商就值得其他队友 值得王曼玉好好学一学 世界杯孙颖莎4比3 险胜王曼玉决胜局11比9 夺下冠军 这个冠军对于莎莎来讲绝对是一个轰动性 可以说是史诗级别重要的冠军 这意味着他距离大难关 就只差一块奥运金牌 而孙颖莎现在也已经锁定了奥运单打资格 可以说今年就是他冲刺大满关最好的机会 而在世界杯夺冠之后 孙颖莎也很开心 他在深夜市终于更新了一个社交媒体动态 四张照片证明一切 莎莎这一次专门是在个人微博上发文 已经收获了超过13万人的点赞 和超过5万人的评论支持 她是中国国评的第一顶流 相信这个是没什么悬念的 而莎莎今日的表态 她是说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团队的支持 感谢中国国评这个大集体的力量 也是感谢球迷们的支持 一路感谢 没有提到自己的成就 同时配上了四张照 第一张照 国评大合影 她把这个放到最前面 说明首先孙颖莎是把这个团队放到个人之前的 整个国评大合影不光有参赛运动员 还有那些担任陪练没有上场的运动员 他们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第二张照是什么事 颁奖典礼的时候 四个人的合影 孙颖莎王万玉 陈梦和张本美和 把这张照放到上面 沙莎也是在证明 就是这次跟他交过手的这些对手们 他是很尊重的 半决赛赢陈梦决赛赢王万玉 孙颖莎这条冠军之路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两个世界上最强的选手 他都给你赢了 那没什么可说的 这就是实至名归 尊重对手 这也是很重要的点 第三张才是孙颖莎自己的单人夺冠图 最后一张收官的 是秋以可指导 秋以可在比赛当中指导孙颖莎的画面 这张画面意味深长 意思就是我的夺冠 少不了恩师的帮助 四张图片背后展示出了什么 孙颖莎的情商 团队放在最前面 同时尊重对手 最后才提到了自己的功劳 另外不过感谢恩师 这个情商确实能够看出来 而且就像孙颖莎所说的一样 其实后面比赛会更精彩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 他期待在更高级别赛场上 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那就是奥运会 他的目标就只有那块精彩了